明星对于自己的人物形象一直都是比较看重的,因为如果一旦被爆出一些负面新闻来之后,对于他们今后的事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,更严重的将会从此没有办法继续在娱乐圈中捞金。 所以那些已经宣布结婚了的明星,在结婚不管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一般都不会说出去,像王宝强和马荣这样的事情在娱乐圈中来说真的是很少见的。 在这件事中虽然说,王宝强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影响,反而还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。 但是马荣却是被人给冒谈了,大部分的明星一般在结婚之后又迷惑很少会对外公布的。 但是虽然说没有对外公布,但是对了维持自己人物形象一般都是会在公众场合秀一项恩爱。 就是为了给外人看到,就像是白百合和陈宇凡,两人之际的这种感情一直都不被人看好。 但是当时白百合却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嫁给他了,而且两人还生了孩子,但是之后白百合却被主委拍到在国外社会小鲜肉。 之后,为了平息这件事,陈宇凡发文臭,其实两个人早已经离婚了,而这件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 其实像这样的事情,白百合和陈宇凡两人并不是第一个,还有一对看起来十分恩爱的夫妻,也曾经被抱主委扑出这样的事情来。 他们就是陈贺和许凡,陈贺和许凡从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恋情,当时陈贺因为爱情公寓和跑男出名后变,结束了和许凡长达十三年的恋爱场跑结婚了,之后陈贺就真的成为了一个好男人。 但是之后两人才结婚,一年多的时间,陈贺就被找美爱的出轨来张子轩,随后陈贺就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很长的道歉信,但是网友们却并没有因为他的道歉而选择原谅他,之后没有办法陈贺智能晒出和许净的离婚协议,称两人早在2017年7月就已经离婚了。 但是有网友却发现两人在已经离婚的情况下,还是参加了一道夫妻类真人秀节目,而且两人在节目中看起来,也是十分的恩爱的。 在看到陈贺智出的离婚协议时候,网友们也是纷纷质疑陈贺,明明已经和许净离婚了,但是却偏偏还要参加这样的节目,演戏来欺骗观众来捞金,也是因此陈贺被人骂谈了, 小编也觉得这种事情,早晚是要被人知道的,没必要藏着夜叉,像是陈贺明明已经离婚了,但是不公布,结果被人扣上了出轨的帽子。 一些对移婚人在户类里面,STAT 不公布的运婚人在jemвед训,一松开了, erstmal接着